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看到后面这两个长34公尺 高8公尺的清水模糊型建筑 这里是象山游客中心 也是全长10公里的自行车步道的中间站 可以看到从这里望出去 跟湖面的景色连成一线 也是许多民众在骑自行车 骑到一半中间休息的最佳拍照景点 可以看到湖的那个风景 我觉得还不错就对了 我过了 温好 空气好 不仅有好山好水 饭店更结合在地食材 西客大转观光材 产地直送角白水跟豆干水连辣椒切丝后 简单调味大火快炒 另一道黄金流沙美人腿 葱蒜蛋黄下锅爆香后 好吃成败关键就在火候 最重要的是那个蛋黄 火开太大很容易焦 如果你火不够大 它那个香气又不会出来 尽管路客来台观光缩边 南头的五星饭店 老星在在暴得驾 韩碧楼来客主力六成国内两成日本 云品饭店更是高达七成住客 都是台湾狼 反观路客比例少之又少 不过度依赖单一客源 凝聚周边产业发挥纵效 业者也能乐观看好抢攻全球旅客荷包 东三财经新闻江明星沈玉藤 南投渔池采访报导